二战对许多人而言似乎充满着无穷吸引力 然而这一切都要追溯于第一次世界大战 接下来你将会看到几个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 这一切将让你对于世界战争的想法有所不一样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个全球性的大规模战争 战火几乎骗及了全世界所有的土地 其战争地点涵盖了全世界所有的大洋 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 坦克车首次被使用在战争上 而当时的人称坦克为陆战船 兰西普斯 三、戒气、毒气 也是首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 因为它的效果非常不稳定 所以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没有再使用了 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里 更多的士兵因为战争身亡 而不是因为疾病 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许多士兵为了回家射伤自己的脚 只求可以从战争脱逃 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 平均而言 每一小时会有230位士兵在战争中被杀死 七、加拿大士兵之在受到敌 军用化学物质攻击时 他们会尿尿在自己的手帕上 并盖住脸颊 才得以存活下来 八、俄罗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经拥有最庞大的军队 约莫有1200万大军 但最后却有将近75的士兵在战争中被杀 受伤或者是失踪 九、这场战争迫使俄罗斯变成苏联 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共产主义国家 十、一位匈牙利士兵曾经因为额叶中弹 而造成了大脑的伤害 导致他失去了睡觉的功能 这样维持了几年就去世了 中文工作选择